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接下來我們來談這件事情 三個月 三個月前是新的 三個月後變成這樣子 這是在高雄空氣污染的情形 怎麼解決 來看看 拿出在高雄辦公室的空氣濾網 畫面中右邊的明顯比左邊全新的黑很多 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敏林指出 辦公室所在的前進區 濾網採用三個月就髒成這樣 包括前進站在內 高頻有七個側站 今年一月份三十一天 空頻指標沒有一天出現綠色的良好等級 有的側站污染程度是北部的好幾倍 地球指出南部空污來源複雜 防治工作更為挑戰 但針對電力業與鋼鐵業等排放大戶 相關排放標準遲遲不加鹽 另外固定污染源必須依排放量 繳交空污費 費率偏低無法收到更多錢 來改善空污更狂論引導高污染產業減污 費率太低的話 並沒有辦法凸顯他原來要扮演的 那個積極引導廠商改善角色 所以空污基金的費率偏低 這問題必須嚴重的正視 高雄也提了一個電力業的 這一個標準過來 應該近期就會去進行 這一個案件的一個核定 像空污費的這個檢討 其實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也一直持續在進行 相關的檢討的一個工作 面對民進黨中部立委 在立院提出主決議 讓中火燃煤機組提前十年除役 試圖減緩中部空污 環團是否期待民進黨高雄八位立委 協助解決南部困境呢 蒂公表示 希望高雄執政黨立委 能聽到人民的聲音 若美人任養一污染源 並全力監督 相信可見 具體檢污成果 記者們陳昌瑋林志堅 台北報導 介紹來賓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 副執行長 王敏玲 信聰好 大家好 敏玲 這是兄弟 這是三個月前全新的綠網 新的過程營 要贏了 再三個月 給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們安裝在這個辦公室 進氣系統的HEPA綠網 那這個綠網 其實一般他們建議是說六個月以內要換 那地球公民基金會 我們高雄總部的會址 是在高雄市的前金區 那這個綠網是從新的 那個白色的這個我們安裝 大概是在空污季節 也就是大概每一年的十月 開始這個空污季 我們安裝三個月不到 就已經黑成這樣 那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把這個拿上來 給觀眾朋友看看 三個月不到 對不到三個月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就黑成這樣 對高雄不是說那麼熟 但前金是很多工廠嗎 對 前金沒有什麼工廠 前金應該是算跟高雄市政府 很近的一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那不是都那個住宅區 對對對 算是住商辦的地方 他不是靠近工業區 也不是 你如果不是在斷仔布那裡 對對對 不是工業區附近 對 所以其實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高雄的空氣污染狀況 還是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們如果看這裡面的 這個烏黑的這些例子 你應該想像如果說是 沒有經過這個HIPPA的這個過濾 直接到我們人體的吸收 從我們的這個鼻腔 我們呼吸道進去 到我們的肺臟 這個是不敢想像 瞭解 瞭解 不過我們剛剛也一開始談到說 請拜託雲嘉南高屏的民眾 請導播再讓我看一下電腦 明天 後天 大後天 因為他只預告三天 那下禮拜不曉得怎麼樣 至少接下來三天 請南部的民眾 務必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態 因為都是紅旗旗 旗旗旗紅 這個是對所有族群的健康 都有危害的 這個是AQI的這個所謂的預報系統 這陣子因為疫情的部分 我們很少談空污 很顯然空污根本沒解決 應該是這樣講 去年如果我們看那個AQI 就是這個空瓶指標 確實鴻亥的戰日數 或是橘色警戒的戰日數 是有減少 是 但是其實我們看今年一月一號以來 高雄跟屏東 其實常常都是橘燈 就是橘色警戒 那我們其實也整理了一下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錢津站 我們第二公民基金會辦公室所在地 錢津站以及比較南邊一點點 在前鎮的一個站叫復興站 復興站跟錢津站 還有就是我們比較熟悉 跟工業區比較有關係 像大寮站 像林園站 還有像這個小港站 這五個地方 以及包括屏東的潮州站 就是很多人去吃 熟齡兵那個地方 潮州站 還有這個仿寮站 我們知道這個在仿山的北邊 一點點幫寮 幫寮一間就下腳了 對對對 再往南就已經到了 這所謂的恆春半島 屏東的潮州站跟仿寮站 以及剛剛講的高雄這五個測站 這加起來這七個空氣品監測站 是今年一月份裡面 三十一天裡面 沒有一天是AQY是綠燈 所以這看起來是 天天空氣都很髒 都不好 就是黃燈 要不然就是橘燈 要不然就是紅燈 像大寮站 上個月 就是二零二一年開春以來 元月一號以來 三十一天裡面 有六天是紅燈 然後再來就是橘燈跟黃燈 很多人說這中國海的 所以這不能怪我們臺灣政府 其實大家常常在討論 到底是境外還是境內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不管從環保署的資料 或是環保署環保局 或者是這個學者資料 其實都看到 其實境外是有 有好幾個事件 是境外是有一些 但是境外的貢獻 還是微量 特別是高頻 其實我這邊有一張是 剛好是他們 剛好是環保局 自己做的一個一個說明 是 他們其實也也有講說 有一部分是境外 可是境外 真的只是微量 一部分 大部分還是我們自產自消 自己本土的污染 所以包括潮州 潮州空污 本來就很嚴重 那我們談很久了 是 你差不多說東寮 也就是說 當然高雄的空污 以及屏東的空污 大部分都是高雄工業區 所製造出來的 對 高雄的工業的 污染源確實是大宗 特別是像電力設施 我不是只有講電廠 電力設施 其實包括有很多的氣墊 共生的鍋爐設施 這些氣墊共生 有些是燃煤的 那所以電力設施 是其實在高雄的固定 污染源的排放量裡面 如果以流氧化物 跟淡氧化物來說 他大概都佔了六成 那麼多 了解 貢獻量這麼大 流氧化物 淡氧化物 就是最嚴重 會致癌的這些物質 流氧化物 淡氧化物 他又是PM2.5的前驅物 他又會衍生為PM2.5 然後我們來看看 高雄在七個撤彈 剛剛那個明年也談到 前京復興 小港大寮 林園 潮州 跟訪寮 七個空品撤彈 在一月的時候 上個月沒有半天 AQI是綠燈的 大寮呢 一個月有六天 一月有六天是紅燈的 紅燈就是 不管你有過敏 或者是慢性疾病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連一般民眾都有危害 這個叫紅燈 十天是菊害的 就是慢性病 這些是有危害敏感族群的 那其他十五天都是黃燈 PM2.5的濃度呢 平均是七十五微克 這個是臺北中山站的七點五倍 平均都六歲金 高雄人數的空氣就比較適合 地供怎麼說呢 第一個源頭減量 才是治本之道 因此呢 要全面檢討固定污染源 就是工廠那些 還有移動污染源 就是車輛的空污費 本來就有 所以是很低嗎 再來是電力業 鋼鐵業要加鹽管制 本來就有管制 所以是門檻很鬆嗎 還有呢 所謂的那個嚴重惡化的門檻 就是緊急防治辦法的門檻 要再調降 然後強化空物基金的運用 等等 問題大家都知道 解決才是王道 怎麼解決 其實我們今天很看來記者會 特別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今年一月的 這個擴散條件 不良的狀況下 看出高頻的這個 污染還是可以累積到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要回頭去檢視 我們現在所環保署 所提出來的空氣污染 防治方案 是不是破功了 這是不夠 空氣污染防治方案 一提就是三四年 那麼久 那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各縣市環保局 他要依循的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中央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現有的這個空氣污染 防治方案裡面 他對於移動污染源跟固定污染源的 這個規範 減量還不夠的話 那只要哪個地方擴散條件 不好 大氣的擴散條件 不好 那個地方就紅海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今年的一月 感覺讓我們就是重新檢驗一下 到底環保署 現在所提出來的空氣污染 防治方案夠不夠 所以地工的解決 第一個就是調高空污費 對 不然我們就不是 給空污費 空氣污染 防治方案裡面的項目 當然非常的多 我們覺得要全面重新再檢視 因為其實他過去 應該說是去年的五月的時候 核定之前 其實民間討論非常的少 坦白說 其實知道的人並不多 是 那這裡面 我們也認為 就是費率的調整很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空污費 因為錢大家有趕 如果我們想想看 過去這個臺灣過去十年 你買便當的錢 十年前跟十年後差多少 那我們看那個空污費 有沒有就是說 跟很多的這個空污的房治成本 房治成本一樣 他也是會調 因為空污的房治成本 也是一樣會越來越貴 那還有 房治成本裡面 還有一些就是耗材的成本 就是你要投資空污的房子設備 你還要投資耗材 有時候呢 房子設備投資 你耗材沒有照時間去換 也是不夠 所以第一個 就是要調高 而且是有感的調高 要有感的調高 你要讓這個固定污染源 這個投資者絕對說 那我繳這個空污費 不合啊 我還是自己把這個這個耗材啦 房子設備 該該處理的還是處理好 那我就可以少繳空污費 我如果繳空污費只要繳一點點 對 啊我如果改善這個空排 要付很多 啊我當然就就繳那個空污費就好 所以就是空污費調高 好第二個我來談談 你剛剛談到所謂的那種高污染的 這些產業 不管是能源的啦 或其他鋼鐵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叫做高高坪的空污總量管制 對 這是一五年的時候呢 環保署公告 之前我們其實找曾順貴副署長的時候 也一直聊到這個東西 那其實他就是分歧啦 那鼓勵企業減量 如果你可以預期減量的話呢 就不罰 如果呢 你是在這個總量管制 而且你沒達標的話呢 可能就會有罰金的這些問題 然後呢 你如果減過頭啦 我還可以獎勵你 你多減的還能可以拿來賣 就有點像碳交易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也破功啊 二零一五年 其實是第一期 三年之後 其實到現在一直都沒有第二期的 那個規劃草案出來 其實環保署到底在空污總量管制的 這個制度上 第二期打算怎麼做 其實坦白說我們有物理看花 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但我必須說 坦白說 如果我們希望透過高頻的空污總量管制的 第二期有成效的話 其實環保署在總量管制裡面 一個指法很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進到高雄來的污染 假設真一 現階段 他的這個減少 就是要求就是說 真一要減一點二 真一要減一點二 是微幅的調整 但其實我們在總量管制 一開始實施的時候 我們就講 如果進來高頻 增了一個單位的污染量 最好可以減到一點五 或減到二 你這樣落差才大 才能夠把那個減量的 那個效益發揮出來 否則的話 增一減一點二 其實很慢 那再加上這個增一減一點二 這個是交易的過程 如果這個交易不活絡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增減的 這種抵換的過程中的 這個減量機制 效果就更差 我當然理解 總量管制是一個大的 一個制度性的 就是整體 但那個對很多民眾來講 你們工廠我實在聽不懂 蠻複雜的 你就老是跟我說 或是你就直接跟我說 到底哪一間工廠 還是說哪一個 不管是已經停掉的 那些什麼五清的 幾清的那些 或者是現在高雄 包括那個什麼 循環經濟園區 那現在上面的 這一些高污染 耗能的產業 到底該怎麼樣去管制 他們 如果以剛剛講的 五清來講的話 其實五清是被排除在外 因為這當時就已經政治上就已經承諾說 時間到要關掉 這個部分是不可以有什麼 增減的這種抵換 那至於所謂 剛剛講的新材料循環園區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小港 大林埔那附近 是相當嚴重重載區 那這部分其實 未來還是需要環評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環評的過程中 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這個對附近的 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有沒有能夠通過 這是最重要 那當然他如果真的進到高頻來的話 他還是必須經過高頻 目前總量管制 這個還沒有被解除的 這樣一個管制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如果在這裡增加 一個單位的污染 你整個高頻必須要減 一點二倍的污染量 才能夠進來 這個是一個管制 是 是 那我想問的是說 大概不會有人很 那個RQ的認為說 誰上來之後 那個整個空氣 就會變好了 但至少 如果我們認真做 本來是這樣子 現在是三個月後 變這樣 那我們認真做 也許是四個月 也許五個月才會變這樣子 或者不是那麼黑 或是稍微灰一點點 我想問的是說 好 不管是一年 三年 五年 執政者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具體該做 鞭測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空氣污染 確實我們都從學者的報告裡面 看出 他確實是污染源來源 非常的多 那每一種污染源 其實都不能夠錯放 譬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特別講的 就是說這個電力設施 電力設施 這個是過去大家花比較多的力氣 在討論中火星達 但是大家都忘了 還有好多燃煤的氣墊 供生鍋爐 燃煤的氣墊 供生鍋爐 他其實一樣是在燒煤 他污染量也是蠻大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電力設施 家園標準 就是包括氣墊供生 你必須要管 所以家庭那個新達電廠 對 那個是一般我們講的電廠 那個新達電廠 但我們講的很多 可能石化廠裡面 就有氣墊供生鍋爐 是 石化廠裡面 氣墊供生鍋爐 他也是燃煤的 他污染量一樣是很大 他那個敏感的 我們有辦法把它關掉 如果電力設施的 這個家園標準下去的話 他不管是燃煤的燃油的 未來他的那個排放標準 要跟燃氣差不多 我們對氣墊供生的這些過爐 並沒有嚴格標準 老實說現在的標準 都蠻寬鬆的 都蠻寬鬆 我們是希望現有的 這個電力設施家園 就是說不管你未來 你 你要繼續燃煤 你要繼續燃油 可是你的排放標準 要跟燃氣差不多 OK 才可以 我們以前都管最大的 就是那個火力發電廠 現在中小型的 這些通通都要管 是 是 那移動污染源呢 移動污染源也是啊 移動污染源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 我們那個環保署 現在的這個空污費裡面 花了蠻多的經費 事實上在補助 這個大型的移動員 也就是說柴油車的改善 但是我們從這幾年的 空污基金的收入 可以看到 其實已經慢慢看出來 問題就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說 我們從移動污染源 這邊收到的空污費 要拿來改善 這個老車 或者說是比較嚴重的 一些污染的 這個移動污染源的部分 其實錢已經不夠 已經不夠了 那這樣下去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這個財務 就是在空污基金 財務會出問題 未來想要繼續執行的 這些空污的防治方案 不管是雇屋園 或是移屋園 可能都會出現 蠻多 換句話說 寄生蛋誕生寄 我們必須加增 這些空污費 管沿這些 種牌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有更多的 空污基金 然後可以更好的 但是我們不希望 空污基金越來越多 其實坦白說 如果大家都把空污 防治得很好 都不要收到空污費 其實才是對的 不過很難 現在就最好是多收點空污費 但是譬如說 我們像固定污染源裡面 千格拱生六架 各這種比較毒的 就特別需要增加 那個空污的費率 因為他不是只有量的問題 還有質的問題 還是地形 我們接下來才會